來 先駕駕駛 駕駛的主車 好 駕駛 周六不搬着捷運里 上班族們加快腳步就跑遲到 大火兒擠進車廂 捷運文湖縣每逢尖峰時段 總是人潮滿滿 真的是比較急 而且沒有辦法車來就上 我第一次不能接上 大概兩到三班車 為了搶救長期以來的內湖交通問題 北捷文湖縣2月18日起 上班尖峰時段 從早上7點52分到8點52分 原本平均搬距120秒 改為最密集80秒就開一班車 新措施第一天上路 民眾看法兩極 跟平常差不了多少 在人比較明顯變比較少 沒有 我們之後禮拜一到禮拜五 這樣子的話應該會改善 北捷在車廂部分也進行改裝 部分座椅行李架拆除 來增加車廂內的空間 可以在更多乘客 兩項新措施 北捷預計在監封時間 一小時可以多載一千人次 但是否真的能改善內湖交通 改善必須要讓更多人能夠知道 有可能放棄它使用的自由運氣 來轉換到來使用捷運 另外台北捷運第125億乘客 在17號傍晚已經誕生 想一年免費搭捷運 前後各五名乘客 也獲得三個月免費搭捷運的悠悠卡 令不少民眾好羨慕 這是楊氏曲楊宗彥 開北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